天板上香噴噴 现前牛排咸嫩多汁 再淋上酱汁 大人小孩都爱吃 冯甲夜市起家的牛排店 从工艺路店面 搬到两公里外的台湾 大道上仍旧大排长龙 整个来客量的话 其实跟我们之前 在工艺店的时候是差不多 那甚至是说 也有微浮增加的状况 原本赤轨牛排的 在工艺路店面一个月租金 要价80万元 去年房东一口气涨到120万 只好另辟新战场 后来房东虽然表示 愿意降价找回赤轨 但赤轨无意回头 而原本的店面就这么闲置了 10个月逼走金鸡母 整整少赚了800万 可是最后还是会接受 在市场上整个环境说 我们是不是要做出 经济上的一些考量 才能够让它顺利的出租这样子 位在工艺路一级战区 原本的排队名店 赤轨牛排搬走之后 这块空地闲置了10个月 终于找到了新租客 现在目前搭起了阴架 厘头工人 正在如火如荼的装潢赶工 而即将进驻的新租客 正是知名连锁健身品牌 房东的确是有一些退让 对 一定是没有到过去之前这么搞 房租柜是一定的 因为毕竟它工艺路 是了很多的地利 那我们是考量第一个 就是它的交通方便性 台中工艺路堪称最赚钱的店面 但生意兴隆也让房东眼红调涨租约 餐饮店家不敌高租金纷纷出走 隔美几间就有店面歇业出租中 10年来店租从45万喊到120万 翻了快三倍 结果旧的一去 10个月就少赚了800万 记得公寓的李渥珍台中财报报道